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我們這條影片是講中四的N1第五課書 我們先講一些基本的Integration的方法 第一條是很簡單的 如果是in一個constant in一個constant會怎樣呢 其實就會是k這個constant乘以x加c 因為當我們d回這條式的時候 當我們d回這條式的時候 其實x就會消失了 然後只剩下一個constant 後面的constant就會消失了 所以就是這樣 就是次方減1 就是很簡單的 第一個formula 第二個formula就是 當我們in一個x的n次方的時候 x的n次方 無論它是負數分數整數 正的整數 也好它都會用這個方法 就是等於什麼呢 就是等於x的n加1次 overn加1加c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要d一個n加1次的時候 就是d這個啦 d這個function的時候 那它會將次方丟出來的嘛 譬如x的4次 那它會將4丟出來的嘛 那前面丟到4的時候 因為前面這個in之前 就是d完之後的結果是沒有那個數字的嘛 那就是要約回去啦 所以我們就有墳墓給墳墓 就是如果x的4次 這個x的5次啦 x的5次 那這個就是5加1變成6 然後墳墓就是5加1又是6 那兩個6約了 那會沒有了 那就是這個啦 這個d完之後的結果嘛 所以d之前就是這個啦 明白了嗎 d完之後就會是這個啦 OK 那你記住啦 n加1次方 然後墳墓又n加1 可以嗎 ok d就是減1 in就是加1 不過要墳墓再去n加1 ok 那下面有個proof的 那我不做啦 其實就是剛剛我講的一件事而已 好 那我們基於這兩個的資訊呢 我們就可以去看看example啦 好 那就揭去後面的板啦 189 好 example1 5.1 很簡單啊 它就說呢 叫你in這個in-1dx這樣 很簡單 就是constant嘛 就加個x給它啦 然後加C 就這麼簡單 OK 就這麼簡單 好 跟著b x的5次 就是n次方啦 那就是5加1次方 over 就是x的6次over6加C 記住要加C啊 不加C要扣分的 好 C in1over x的6次方dx 由於它的分數 那怎麼辦 我沒有學過分數 你把它變成-6次方 x的-6次方 就是-6次方加1 就是-5次方 然後-6加1 就-5 就這麼簡單 跟著開方跟x怎樣 變成分數 1分2x次方 然後x的2分1次加1 over是1over 1分2加1 但是沒有 好 接著再加2 那就可以了 那就OK的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我的分數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做的 那簡單事 自己做practice5.2啦 那這條片就去到這裡 先停一停 那大家就可以繼續看 之後的短片 我都會拍example5.3的 免得太长了 到这里